我们勾缓事业部的智能制造车间 是从2018年开始建设 于2020年6月份通过了供应器部验收 然后建设完成 我们这套市场现在生产产品 主要是勾缓装置 两列车厢之间的勾和缓 勾就是大家把两列车厢进行一个车勾的连接 缓就是大家平常在坐列列车的过程中 最初的绿鼻车的时候会有电波的感觉 而现在高铁的大家会非常的平顺 就是因为我们修缓起到了作用 现在在我身后的是我们叫连挂扇台 它在我们产现中的作用 主要是负责我们产生品最终的是否合格的一个检验的一个过程 它基本上可以说是我们一个世界首创 基本上现在可以实现我们勾缓装置的一个全自动化的连挂实验的过程 实现我们数据的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收集 好 现在我手里拿着这款产品呢 是我们叫智能扭紧扳手 它可以实现我们产品阻挂过程中的螺酸的一个自动扭紧 毕竟扭紧以后啊 我们的产品这个螺酸的扭矩 可以自动再回传给我们的信息化管理系统 然后进行一个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分析和追溯 大家可以看到呢 在我身后呢 这是我们一辆自动引导车 它呢 主要负责我们的物料运输 它的名字叫AGV 它呢 可以实现我们整个物流配送过程的一个无人化和自动化 经过我们智能制造项目的建设完成 我们实施运营以后啊 首先呢 我们的试验效率提高了62% 运营成本呢 也降低了26% 我们的产品升级周期呢 也虽然短了将近30%几后 还有我们产品不量率降低了25% 并且呢 我们单位产值耗能呢 降低了11%